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支影片是 StackTime云端股物系统 股东会作业的操作说明 我们会详细的带领各位 将股东会相关的作业 从头到尾仔细的操作过一遍 并在操作的过程中间 提醒一些应该要注意的重点 在StackTime云端股物系统中 股东会主档作业这边 点一个新增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股东会 的开会日期是 111年的6月27号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开会的日期 把它先设定好 在右上角这边有一个 股东会的会别 它有常会跟临时会 公司法上面 常会跟临时会 它的股东会的停止过户日期 即开会通知书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确定好 我们这次开的会 是属于常会或临时会 再来股东会的地点 输入进去 比如说公司的会议室 右边有一个计票的方式 这里有所谓的 受托人合计跟委托人分计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公司有三位股东 A股东 B股东 他们各自持有都是1000股 那今天A股东 B股东 他们没有空 要来参加股东会 他们的委托书 都写给C股东 表示说 他们委托由C股东 来参加股东会 在开会当天 当C股东到达报道柜台的时候 他会拿到选举票 或者是表决票 如果我们给他一张选举票 上面写的是C股东 可投票权数是3000权 就表示说 我们已经把A股东 跟B股东的股数 都已经加到C上面来了 所以他拿到一张 这个就是所谓的 受托人合计 他已经全部都加起来了 另外一种是 委托人分计的时候是 我们给他三张表决票 A股东1000 B股东1000 C股东1000 这是完全分开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决定说 我们今年 在计票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当这个设定好之后 当然在后面 投票表决的时候 我们的操作界面 跟计算方式也会不一样 下一个是 使用电子开会通知书 可以在这里设定好 我们要使用电子开会通知书 那么经过设定的那些股东 他们就email的方式 收到电子开会通知书 关于电子开会通知书的 相关的操作的功能 也会制作另外一个影片 跟大家做更详细的说明 开放股东提名候选人 这个是我们在股东会 议程的行径当中 如果我们到达 选举环节的时候 我们开不开放 这个时候再让股东提名 候选人要来参选董监事 或者是我们公司采取的是 公司法192条之一的 董事提名制 也就是说我们让 持股超过1%以上的股东 在股东会前 有一定的时间 可以提名今年的董监事候选人 这个就会牵涉到说 我们是不是有在 系统的功能里面 有没有让我们可以 临时增加候选人的名单 好 接下来是议案 这次股东会的议案议程 所有系统已经输入过的 都会列在我们的表上面 如果说我们的系统 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那你每一年 可能有不同的议案 你都可以加进去 那如果没有在今年的议程里面 你就可以按一个新增 增加进去 那如果已经有的话 我们就要点选 点选我们今年的议程 比如说我们今年有一个 财务报告案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承认案 然后我们又要 资金代理他人 跟修改公司的章程 当我们把这个点选好之后 底下就会列出来 我们已经勾选了所有的案子 那因为我们也同时 今年有做那个 董监改选的这个设定 今年要改选董监事 所以这里有个董监选举案 那这个议程的排列的顺序 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排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是 财务报告案 再来下一个是 财务报表的承认案 然后资金代理他人 然后再来是修改公司章程 像这样利用上下的键 调整他的顺序 这就是我们开会通知书 上面会看到的 那个议程的顺序 接下来董监选举的设定 如果说我们今年呢 总共要选五个董事 两个监察人 这里有一个选项是 董事选票 全部合并成一张 或者是一席次分多张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根据公司法198条的规定 我们要选五席董事的时候 那么每一个股东 他可以投票的全数 是他原持有的股数的五倍 以刚才那个例子来说 股数是三千股 那么呢 在选董事的时候 他就有一万五千全 乘上五倍 在选监察人的时候 他就要乘上两倍 六千全 那可以把这一万五千全的 股数全部投给一个候选人 或者是他可以分配给不同的人 那所以我们的选票设计 就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一大张 上面呢就写 西股东 原可投票股数三千股 可投票权数 一万五千全 底下呢就画了一些格子 由股东自己决定 他要投给谁 他自己写 他要分配给他多少全 只要加起来没有超过一万五千全 这张选票就是有效的 好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 选票设计的方式 就是一席次分多张 那么呢 就是我们会给他五张 董事选举票 每一张都是西股东三千全 西股东三千全 西股东三千全 因为给他五张 所以总共是一万五千全 他可以五张全部写给同一个人 或者是五张写给不同的人 这就是选票设计的方式 开始规划股东会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决定好 因为这个不牵涉到后面在投票表决的时候 那些操作的画面跟计算的方式会有所不同 再接下来 董事候选人的名单 可以这时候把它新增进去 你这里新增好 后面在选举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节省时间 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一个候选人 他是本国人 然后他的户号是四号 他的基本资料上来 这样就新增好了 如果还要再继续做 就继续按新增 新增完了之后就按储存 如果他是法人的代表人 那么我们就会有法人的户号 然后这个代表人的名字是什么 就可以从这边输入进去 做完了之后就做储存 那监察人的候选人也是这样子做的 当我们把这些都设定完了 表示说我们已经把整个股东会的相关的议程 或者是应该注意的事项都做完了 就可以做一个储存 储存完毕 好我们的储存已经结束了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111年的6月27号 就表示我们已经建档完成了 好这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在最上面这里 有一个股东会时程列印 因为我们已经订好了我们股东会的开会日期 那我们也决定了他是股东常会 根据公司法 我们就会列出一张schedule出来 几月几号6月27号要开股东会 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要寄开会通知书 什么时候我们要停止过户 那这些相关的时程 根据法令的规范 我们都已经把行程表排出来了 我们可以把它列印出来 这就是我们股东会建档作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